從昨天到現在有43宗確診的個案 年齡是16至60歲 他們是20女、23男 當中有34位有外郵紀錄 有9宗沒有外郵紀錄 其中有3宗在檢疫中心發病後送完 另一宗是去檢疫中心時發現他有白燒 他送了去醫院 例如810宗 他是513宗的朋友 513宗是跟這個演奏樂隊有關的 第838宗 630和642都是跟樂隊有關 他自己都是從事一些表演活動 842宗就是跟567宗 都是同一間那些酒店工作的 另外就是844宗的先生 也是那一隊的表演者 我們送他去檢疫中心時發現他有發燒 8806宗曾經是2月底3月初去到3月11日去過荷蘭 但是他發病的時間比較遲些 是3月28日才發燒 同時他也有去過巴雅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不太肯定究竟他是一個場前復期的輸入個案 還是在本地那裡在巴雅那裡感染的 846宗曾經都是去過過全夜公園的 還有3宗我們就是沒有頭緒 沒有頭緒的 833宗他是一個國泰的地勤來的 他沒有外遊記錄 但是除了他在工作上可能會接觸一些遊客 他在家裡因為有些喪事 都接觸過一些其他的親戚朋友 我們是循著兩個方向都要調查一下 第835宗個案也是沒有頭緒一文職的人員 他先生也好像有點不舒服 第840宗我們就不太問到他的病歷 因為他的情況有少少嚴重 他呼氣呼得不太順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直接問到他的病歷 不過就從他朋友和家人 就知道他是一個公司司機 他請到他人到處理了 他請到他整個字幕 寫那個人到處理了 他請到你喜歡我 等他發言 行動 他請到他另外一個人 他請到他